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意味着死亡 因为到目前为止 癌成是人类医学界中的一大难题 当我们看着身边不幸的亲友 屏幕中熟悉的演员 一个个遭受病魔折磨致死 与太痛心惋惜的同时更多的是恐惧 实在不想成为不幸的那一位 好不容易熬过了庚子2020 许多人对辛丑2021都充满了新的期待 期盼新的一年万物复苏 新的开始 新的生活 然而与此同时 那些身患重疾的癌症病人 他们却仍在苦苦坚持着过每一天 对于他们而言 无论何时 最大的期盼是活下去 癌症有多可怕 资深演员吴梦达从确诊肝癌到离世近三个月 据悉达叔是在去年底11月份发现自己罹患肝癌 之后便开始停工前往澳门求医 因考虑到疫情的关系 最后还是选择返岗入院手术 完成切除肿瘤手术之后 达叔还强称着接受了一次化疗 可惜身体越来越虚弱 令他不得不暂停化疗 吴梦达原本打算等自己的身体恢复之后 再进行第二次化疗 但谁也没想到 病情突然就恶化 且情况更是急准之下 从确诊癌症到病逝仅仅三个月 最近于太也连续报道了多位不幸患癌的香港艺人 持续的坏消息难免会令人感慨生命的无常 今天于太想给大家讲一下 目前仍在跟癌魔殊死搏斗的香港艺人们 希望大家能够集气 为他们加油 亦希望能够向广大的病患传递正能量 或许他们在演艺圈中的成就卓越 亦或许他们在荧幕中的角色一直都不起眼 但在生命面前 无论贫穷富贵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第一位 TVB 资深肝草演员夏玉琳 现年68岁的夏玉琳 早于2017年 不幸查出患上了肺癌第四期 指定她已先后接受了电疗 化疗及标靶药治疗 每月药支付高达4万元的医药费 令原本生活拮据的她不得不复病开工拍戏 同时还要向港府申请棕原救助金帮补开支 但绳是远远不够 而最令人心痛的是 夏玉琳在患病后 身边的家人都将她舍弃不顾 晚年独居的她如今经历了三年多的治疗 病情依然持续恶化 更令她的行动不变 必须主拐杖行走 夏玉琳在受访中坦言 知道自己已实事无多 但不会埋怨 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 我不会介意 第二位TVB兼亚视资深演员黄树棠 现年77岁香港资深演员黄树棠 曾有份参演亚视 《我和江世有个约会》系列经典剧集 剧中她扮演的《求书一角》令人深刻 至今多年都省有很多戏迷 都这样称呼她 可见《求书》有多深入人心了 就在近视港媒突然爆出黄树棠肺癌病危的消息 牵动了无数性迷的心 大家现实能够做到的 只有默默地为她祈祷 希望可以平安度节 据了解 黄树棠于三年前 不幸患上大肠癌 当时查出是第二期病情 为了保命 黄树棠不敢怠慢 即刻停止手上所有工作 入院接受手术 开刀切除了十四寸长 出院后经过休养 黄树棠的身体已渐渐好准康复 但她却自感体质差了很多 经过大病之后 黄树棠对生命的看法有所改变 以前为事业奋斗 如今她却开始感慨生命无价 原来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她开始兼职早睡倒起 定时饮食 日走三万步 水中耍太极等锻炼 并经常钻研更多养生之道 她曾说过 只希望可以再患十年的健康生活 可惜天为人愿 尽管黄树棠已经非常注重保养身体 但大肠癌仍旧是复发了 而且还已经扩散着肺部 来到近日 她的病情更是反复不定 情况危大 其包媒黄文慧在受访时透露 哥哥黄树棠因为呼吸困难 导致血压不稳定而被送入院 不过她强调 目前哥哥的意识仍然是清醒 而黄树棠的儿子黄荣张亦在社交网痛心发文 为父亲集气 他趁癌症已经带走了母亲 如今又来折磨父亲 他祈求爸爸可以平安度过这一劫 第三位香港演艺圈配角天后金燕玲 现年66岁的金燕玲被誉为是香港演艺圈的配角天后 出道数十载的她 最早以歌手身份在台湾出道 后来辗转来港发展 并转型成为演员拍戏 拍电影 拍电视剧都深入明星的金燕玲 她曾四度涌夺香港金像奖的最佳配角的殊荣 演技绝对是毋庸置疑 近年金燕玲因为专心治病而停工 她在TVB的最后一部作品是 2019年播出的剧集《和李活有个大老千》 该剧她担任第一女主角出演 与不少重量级演员拍档 包括郑泽氏 谢贤等 获得了观众好评 但此后至今便再无心做面试了 原来在2019年初农历新年的前夕 金燕玲被证实患上了子宫癌 突如其来的病情并没有将她打倒 很快她便调整好心态投诉到治疗当中 那年的春节金燕玲是在医院度过的 她入院接受了切除肿瘤的手术 出院之后更是仅遵遗嘱 每隔三个礼拜便定期返医院进行化疗 一共六次 经过一系列治疗之后 病情终于得以控制 也总算是抗癌成功 金燕玲也松了一口气 开始进入养生恢复期 但没想到 早前金燕玲却突然在节目中 抱住自己又患上了鼠癌 令不少网民都感到恶然 金燕玲还透露 自己已经入院完成了切除肿瘤的手术 并感恩不用切除乳房 不过医生尚未决定 她是否需要再接受化疗 但电疗就必须要做 仍要等待更详细的化验报告结果出来 第四位TVB第20期训练班议员陈基荣 现年37岁的TVB第20期训练班议员陈基荣 去年8月份被确诊患上肺癌第四期 据港媒称陈基荣的生活非常规律 虽然身为圈中人 但她非常注重养生 平时不烟不酒不熬夜 非常爱惜身体 因为腰酸被痛去看医生 结果查出肺癌惋惜 令她无法接受 从查出患癌至今时隔半年 陈基荣经过治疗之后 病情甚然无法受控持续恶化 本月初时 有记者前往到她的家中去探访 结果见到抗癌才半年的她 已经变得骨瘦如柴 整个神都非常虚硕 受访期间更是几次因为她说话气喘 而要暂缓 陈基荣透露 从今年1月份开始 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变差 医生告知她体内的癌细胞 已经扩散至右手肩胛骨 淋巴附近亦有肿块 而且肺部的恶性肿瘤 意在逐渐变大 现时已有8公分 而她原本服用的第一代标靶药 已经对病情无效 目前她已转用第三代标靶药 面对记者 陈基荣多次情绪激动到落泪 如今被病魔折磨到无法生活自理的她 全靠哥哥及女友悉心照料 她哭着说 不想成为家人的负担 但面对病魔自己就又是无可奈何 在访谈的最后 陈基荣还哽咽地说 如果你现在问我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 就算要我与肿瘤共存也是没关系的 但最起码我的身体状况 要似一个正常人才行 我希望自己可以恢复到七成 恢复到可以自理基本的生活 第五位 一代孕女 少时资深女演员 胡锦 现年73岁 少时资深女演员胡锦 年轻时她气质过人 身受力捧 曾出演过百部港片 后来在1999年 胡锦首次查出自己患上了乳癌 当时正在美国旅居的她 决定即刻非凡家乡台湾接受治疗 经过开刀切除手术之后 胡锦的病情总算是得到了控制 并在逐渐好转了 在康复期间 她亦一直紧遵医嘱 按时服用抑制癌细胞的荷尔蒙药 并定期返医院进行复查 但尽管如此小心了 癌膜依然是不罢休 仅仅是三年时间 胡锦就被告知癌症复发了 癌症复发之后 胡锦曾一度感到大受打击 甚至觉得死亡距离自己不远了 当时她问医生自己还能活多久 医生说只能活三年 不过听完医生的宣告之后 胡锦反而是如实重负 她认为自己既然已经是时事无多 何不在剩余的时间里 去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 于是胡锦立即就报读了正大EMBA 并在两年后顺利考取文凭毕业了 完成了一大心愿的胡锦 又想起了医生的判词 她想去医院复查时 又再问医生 还有几年可活 没想到医生的答案 依旧是应该还有三年 此后胡锦干脆放开心态 好好享受生活 不再去执着还有几年可活 尽管珍惜当下 过好每天 去到2016年已经退休的胡锦复查时 发现鼠癌又再次复发 但经历过生死之后 她的心态早已经不同 她选择顺其自然面对 不再苦恼及执着 目前她每天 生生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 经常去打羽毛球 高尔夫球 心态非常乐观 第六位 香港女歌手李明卫 现年31岁的香港女歌手李明卫 在众多患癌的艺人中 都可称得上是奇迹了 她被港媒称为抗癌女歌手 虽然在乐坛中 未来的几起飞便被折翼 但她多年来 面对病魔的坚强信念 感动了无数的网友 很多人都在一直为她打气加油 据了解 李明卫曾是香港歌唱组 和小龙凤的主汤 22岁那年她刚出道 带着无限的憧憬 投身于了圈发展 准备大展卷脚 但不幸的是 那一年她查出了癌症 并且患了是极其罕见的 现样囊性癌 据说这是恶性度最高的癌症之一 跟大多数癌症病患一样 得知病情之后 李明卫为了保命 必须要配合治疗 同时她亦不得不放弃 自己最热爱的音乐梦想 转眼九年了 李明卫身患恶性度最高的肿瘤 但她却创造了坚持九年的奇迹 经历了数十次的化疗 和各种大小手术 早前又转免疫细胞治疗法 她从未放弃过一线生机 哪怕机会再渺茫 她都要去试 她只想继续活下去 可惜的是 经过了九年的抗癌治疗 李明卫的病情虽一度受到控制 但却始终治标不治本 来到近年她的病情持续恶化 每况愈下 如今已经被病魔折磨得面目全非的她 面瘫毁容 眼睛无法张开 被几股剧痛 谁能想象她这九年是如何熬过来的 任凭李明卫的内心再强大 但苦撑至今日 她一有感 自己的情况是越来越不乐观了 她曾吐露心声 知道自己已经大限将至 看到她如此模样 谁又还能记得 九年前的李明卫 也曾是一个爱臭美 爱打扮 对未来充满憧憬的追梦姑娘呢 生命在疾病面前是多么的脆弱 在疾病面前 无论贫穷或富贵 生命都是渺小及脆弱 像这些艺人一样 每是孩子跟癌症殊死搏斗的病神 还有很多 他们都是父母的子女 是子女的父母 是妻子的丈夫 是丈夫的妻子 或许到最后 无情的病魔神会夺走他们的生命 这也是最无可奈何的结局 除了想为广大癌症患者打起加油 传递正能量之余 同时更希望上更多的朋友 正式健康 或许你还年轻 但疾病可不会因为你的年轻 而选择手下留情 上述的几位艺人中 从花样年华到退休之灵均有 但他们一直是病魔病患中的冰山一角 如果你不想成为不幸的一位 你不想亲人要承受失去你的 爱莫能助之痛 请大家从现在开始 学会好好爱惜身体 健康生活 是为了家人 也更是为了自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余杰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集再见